嗨,大家好,我是科幻名布玛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 美国国宝级的烂片 沙卷风系列最终作品 最后的沙卷风 在讲解之前呢 布玛先做个简单的情情提要 话说,在沙卷风的宇宙中 男主角老帅的老乡好黑发妹 好基友大胡子 以及亲老婆小美 都被沙卷风一一杀害 眼瞅着地球 就要被沙卷风给毁灭了 就要拿帅带着妻子的脑袋想要自杀 而这时呢 远处却开过来一辆机库车 车上的中年人看见老帅就开始叫爸爸 迷茫的老帅跟着他上了车 中年男子也开始了自我介绍 他呢,是小帅,是老帅的儿子 是从未来穿越过来拯救世界的 他要带着老帅时空旅行 找出沙卷风的源头 消灭沙卷风,拯救全人类 话说到一半 这个吉普车就开始和恐龙赛跑 一转头呢,小帅人也没了 只见周围的恐龙 先不后继的就开始跳牙 咦,搞不好恐龙就是这么灭绝的 这时一只调皮的霸王龙叼走了小美的人头 老帅就和恐龙抢人头 而这时老乡好非发妹从天而降 手起刀落就砍跑了霸王龙 接着老帅的好友们相继复活 场面一度十分相和 小美为大家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简而言之,就是他们现在都没死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回掉世界上第一个沙卷风 那么他们就都能复活 这几个人来得比老帅早 所以早就摸清了第一个沙卷风的位置 就等着老帅过来开工了 老帅也是不含糊 立马找到一只翼龙 大家急着就出发了 在翼龙的帮助下 他们将燃烧的陨石丢进了沙卷风里面 大胡子用棒子把陨石打入了沙卷风的封眼 顿时,沙卷风都没了动静 可是还没来得及高兴 只见紫光一闪 沙卷风居然也穿越了 众人没办法,只好追了过去 他们先是到了中世纪 不过中世纪的鲨鱼不仅是会飞 还会吐火 好在老帅的主角光环健在 拔出了上部神剑 召唤雷神,劈死了沙卷风 接着沙卷风又逃到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 本就处于劣势的美军 面对着英军和沙卷风的双重打击 顿时陷入了绝境 不过老帅临危不乱,坐镇指挥 他用美军的大炮打散了沙卷风 天上掉下来的鲨鱼砸死了全部英军 总之老帅一行人一路穿越一路鲨鱼 一不小心就穿越大方了 直接穿越到了20013年 两万年后的世界被阿帅的老婆小美统治着 不过此时的小美已经不是人类了 她是一个机械人 是一个摸得感情的杀手 她控制着机械鲨鱼大厦四方 其他的女人只能穿成五鲨鱼的模样 看到老帅的到来 机械小美很高兴 并且表示让老帅留下来陪她 不过老帅当场拒绝 开始对机械媳妇大打出手 不一会儿老帅落了下风 这时真正的小美苏醒狼 立刻加入了战局 只见小美和小美打成一团 老帅趁机穿越回了2013年 也就是杀卷风一代的世界里面 紧跟着两个小美也都跟了过来 众人在杀卷风的时空漩涡里 继续着战斗 关键时刻 老帅一直随身携带的小美脑袋 发挥了作用 只见他的双眼发射出了超人一样的雷射光 瞬间杀死了邪恶的机械小美 然后呢老帅就和这个鲨鱼嘴脸的脑袋 开始了激情相闻 在影评的最后 老帅和众人回到了2013年的酒吧里 大家相恩无事 世界呢也恢复了正常 作为一部彻头彻尾的烂片 杀卷风系列已经整整的拍了六年 而且还获得了不错的票房冲击 布玛已经是对编剧的脑洞佩服的无体投地了 看来认真拍烂片 一样能让观众收获真正的喜悦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的话就点赞点个赞 欢迎关注CoinFans第一时间后的更新 咱们下期再见